为了挽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于1968年12月22日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 随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 响彻中华大地 2000万充满憧憬与希望的知识青年 响应号召告别家人和城市 前往偏远农村接受在教育 据记载 从1969年到1970年的短短一年多事件内 中共共组建了11个生产建设兵团 加上原有的新疆建设兵团 共计12个建设兵团和3个农肯师 分布在18个省和自治区 这2000万职青中一半是女职青 这上千万的女职青中 遭受色狼监恶的无法统计 大部分被侮辱过的女职青 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 因为当时的社会谴责的不是色狼 而是失去真操的年轻女性 她们将受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上海一个普通女工 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 最后被赶出家门 因为她不是厨女 她在插队时被公社党委书记给糟蹋了 当时她在看卖场时 不慎烧掉了一百多斤麦子 若反抗 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纵火犯 但她的丈夫并未因此原谅她 另外一些女职青为了离开农村 以肉体为代价换去上大学 入党 提干的机会 她们也不愿将内情暴露 1972年 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 引发全县数万知青的大规模竞争 最终 70余人获得名额 体检时 妇科医生惊讶地发现 70名女知青没有一个是厨女 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心裂痕 发生在推荐上大学名额出台以后 经过调查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16团的200多名 现役军人中 有30多人先后被判刑或受到处分 揭露出来的事实令人震惊 那些女知青遭受的身心伤害是极其严重的 有些人留下了妇科疾病 有些终生不育 所有这些女知青 心灵上都留下了无法痊愈的伤痕 官方档案显示 从1968年到1973年 辽宁省共发生了3400多起 针对知青的案件 四川省有3296起 全国总计达到1.6万起 兼无女知识青年的人 上制兵团司令 下制师 团 连各级首长 很多是位居高位的首长 兵团的现役军人 中共各地基层干部 还有农民 也就是那些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 内蒙古兵团40副市长 一人兼无女知青38人 内蒙古兵团某团共有6名党委常委 其中有4名犯有兼无女知青罪行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最高首长 兵团司令何凤山也是其中一位 这就是毛泽东 让知识青年接受的在教育 中共当年调查处理这些强奸案件时 曾大开杀戒 企图杀一金板 以禁止这种风气 例如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两位第16团的团级军官 因此类罪行被判处死刑 而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 也因类似罪行被枪决 不过 这不仅没有止住这种潮流 反而愈演愈烈 到1976年5月 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林 岛小祖 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 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 特别是歼乌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 中共的杀一锦百为什么行不通 因为根子在共产主义淫乱基因 自列宁时期开始 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理念 如共产共戚 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1918年10月29日 莫斯科成立全额共青团 这些共青团员通常在工厂的共青团 学习阶级斗争理论 每期学习结束后 就授予男性共青团员 挑选团里女伴的权利 不管女子是否愿意 都要服从党团的命令 强奸的风气渐渐弥漫开来 于是上行下校 很快刮遍全苏联 中共继承了共产邪魔的淫乱基因 从延安时期开始的高层淫乱 到当今官场的包养情妇 强奸女下属 早已成为中共国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文革结束后的变革 重新执政的中共官员开始意识到 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可持续性 1978年10月 云南几个农场的五万之青 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 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 1979年1月 孟岗农场上万名之青罢工 提出了不回城 无宁死的口号 上千名之青展开绝世抗争 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 北京之青吴向东当众格万自杀 三万多名之青跪在地上 其场面震撼人心 1979年2月 中共官方终于承认 在云南的之青有资格回城 不到三个月 十几万之青离开了云南 全国各地也纷纷跟进 云南之青的抗争 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但那些遭受糟蹋和蹂躏的女青年 心底的伤疤已经无法愈合 确切的受害者数字一直是个谜 因为许多女之青选择了沉默